狂飙收官后,央视一套拿出的《我们的日子》抓住了观众视线,剧里虽然没有流量大腕,但有李小冉,李乃文,宋春丽三大实力派演员坐镇也能扛起全剧。 但这部剧的剧情一直以来都是以狗血出名的,前期主要矛盾集中在民中先天不遇的事情上,一家子的温情和邻里间的关怀都特别有看点。 虽然说戏剧化成分过剩,却也能接受,问题是这剧情越往后越疯,大雪花变得特别招人烦,而杨思宇,东方红两个男生都非他不要,直接陷入三角链里。 唯一的正常人颜冰,硬生生被编剧弄得不能声誉,然后民中的自卑心理也得到了满足,这俩人还有戏了,叫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然而随着该剧的狗血走向,结局也即将到来,看中国电视报发出的结局前瞻,只能说是太荒唐了,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。 剧情风走,结局脱离不开狗血内和娟子这位编剧算是狗血离谱的惯犯了,它的代表作《金太郎郎的幸福生活》里面女生就是各种流产,生病,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好结局。 但新剧里,感觉他整个人都爆发出来了,就不提前面剧情里的狗血之处,他对于网友反馈的意见完全不当回事,还直接下逐客令,把好感败光。 重点是这位编剧也是潜力计穷,没有太高的水准,就只会制造矛盾,甚至说剧里无关紧要的旁白,居然还是抄袭的,天官赐福原文。 就是雪花说的,对我来说,风光无限的是你,跌落尘埃的也是你。 重点是你,而不是怎样的你,莫相同臭,这位祖师爷也得蒙了。 那么再说结局,在雪花争夺战里,杨思雨赢得了首战胜利,他俩成了初恋情人,相处的时候杨思雨就担心东方红出名了,雪花会动摇,但意外的是,为了救人杨思雨把腿给摔断了。 这下子粉碎性骨折,就算痊愈杨思雨的腿也不能完全恢复,也是因此杨思雨和雪花提出分手。 作为亲生父亲的林俊生,这时候想办法把他送到国外治疗,就这样雪花的初恋以失败告终。 此时老实人东方红又回来了,即使见过各种漂亮的粉丝,大明星,他还是对雪花坚定不移,这就纯粹是胡编乱造, 等到他看到雪花的时候各种心疼,差点就直接提出交往了。 等雪花到了北京之后,东方红就直接顺理成章和他走到了一起,就雪花这人要啥没啥,简直就是逗乐子呢,为此东方红不惜和公司解约。 能看出来,接近雪花的人要不就是身体不行了,要不就是事业不行了,看预告的话,杨思雨也痊愈,从国外回来,再次和东方红进行求婚争夺战, 我的天哪,这两人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女生一样,这笔言情剧还玛丽苏啊,未免太荒唐了点。 但剧情也一直在暗示,那人和的身体大不如前,说实话,这部剧里最惨的就是姥姥,一天到晚的干活,无怨无悔的工作,他把大半辈子都贡献给了小辈。 可是编剧却不愿意给他一个好的结局,剧透里提到因为那人和腿疼的不行,到医院查出来是骨癌,而且时日无多,一天的轻浮都没有享受到。 林中那人和也劝着雪花收敛信子,好好和东方红在一起,看来这段三角恋终于迎来了结局,但那人和也下线了。 最遗憾的就是,那人和最疼爱的民中,没有陪伴在他生命最后一刻,这大外孙子养的都不如一条苟亲,硬生生把该有的大圆满结局破坏,制造出泪点,君子编剧可真有你的。 全员发疯,正常人屈指可数,我们的日子,这部剧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讨喜的正常人,王宪平前期大男子主义暴露无余,后来乘棒打鸳鸯第一人,不断去干涉小辈的自由,其实挺烦人的,但剧情厉害的地方就是,其他人把他显得都没有那么讨厌了。 大儿子,民中,从小就因为先天疾病自卑,年少时没有接受严冰的爱意,但病治好了就找了一个家庭好,就是带孩子的女朋友,家里还是老封建,没有答应,而民中完全不顾这些家人的感受,一意孤行,差点断绝关系。 严冰出世也是有民中的间接责任,但民中这时候又觉得能配得上人家了,把男人的劣根性全然展现,最过分的是,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出国,丝毫没有尽到小辈的义务,最后那人和离开他都能见到最后一面。 雪花可以说是一个一心想要脚踩两只船的二百五,可以说是又傻又坏,一直都默默接受东方红对自己的好,另一边还想要和杨思雨感受恋爱的心动,两边都想要站着,直到东方红离开才发现了自己是有点喜欢的。 到后来雪花去北京工作,然后被人骗钱,没有办法还是跑到了复营家里,这自己打拼,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吧,说到底还是得靠着东方红一家,也难怪别人把他当同养习。 东方红是一个纯种恋爱脑,就因为要和雪花公开恋爱,就要和经纪公司解约,还有杨思雨腿断了和雪花分手,腿好了也不长记性,不知道离雪花远点,这俩人真就绝了。 再加一个复营,这个角色到后期简直是把人性的丑陋一面全都展现了出来,就因为听说雪花和杨思雨谈恋爱,没有和东方红在一起,就直接疏远雪花一家。 等到杨思雨腿受伤,他把这当成了天大的好消息,到处宣扬,儿子有出息之后逢人就要炫耀,雪花和杨思雨分手后又变成了好人,翻脸比翻书还快。 就这种人,现实生活里,真就是见一次打一次。 总而言之,我们的日子,确实有独特的魅力,能给人看下去的欲望,但剧情走向太过迷惑,这样离谱的剧情设定真的是许多年都没有见到了,一时间引起了争议。 编剧的态度也是令人不满,剧情质量不高,还抄袭他人,属实是不一般,也难怪剧里的人物都这么不讨喜,只能说对不起,我可真气聚了,那么你觉得这部剧还值得追下去吗? 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,接着呢,他必失去跟 nationale等待这个阶段。 生日子吃一样的跟你们很久几片。 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, 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,幸福orient首与干凯家吃一样的口感觉, 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觉,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觉,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觉,并无充可能会变得盯不禁开,生日子吃一样的口感觉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